丁星集团饲料由风暴延烧 有9个地检署着手侦办 今天持续的搜索生压 目前总共有8个人遭到收押 张华检方今天到丁星自由 在张华的公司搜索 并且讯问董事长陈茂家 而下一步不排除传唤丁星前负责人魏映冲 而雄检则是在今天晚上 生压了正义总经理何玉仁 和采购副科长胡静明 丁星饲料混有案搞得人心惶惶 张华台南高雄嘉义哥地检署 积极侦办目前总共有8人遭到羁押 最近消息传出 丁星上游永存油脂副总蔡耀宏 检方认定有串政之余 向地院生压获准 张华地检署11号 生压丁星平保组长蔡俊勇 丁星自由前总经理常梅峰 以及进口饲料油的台商杨正义 法院12号上午裁定3人羁押禁件 另外嘉义地检署追查丁星油品上游 12号晚间永存负责人蔡震舟 被裁定收押禁件 丁家顶星上游油商九丰油脂公司 负责人邱飞龙以20万元招保 妹妹邱丽品则是13号凌晨积押 获准 高雄地检署追查正义油品来源 12号晚间也对居中牵线 卖油给顶星的黎明中生押获准 台南地检署部分 日前侦办卖油给顶星的乌龙和 也被裁定收押禁件 这个业者它的进口饰料用油 我们主要来查看看它的饰料用油 没有流用到实用油 永岸风暴持续延烧 各地方政府与检调单位积极查办 就看能否有效嚇阻黑心业者 嚣张的气焰 邱丁TV综合报道